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么一个事 2013年10月12号 这天凌晨四点半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的急匆匆的到了南京战派出所 一看这个报案人脸色就很紧张 上气不接下气的 有值班的民警就问他先生您怎么了 这男的就说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您慢慢说怎么回事啊 我妻子失踪了 您别着急 是从哪失踪的 这男的呢深吸了一口气 从火车上失踪的 他却上了个厕所 但半个小时还没出来 我就找乘务人员 把那厕所门就打开了 结果厕所里边也没人 民警就问他呀 啊 火车上 厕所里边 失踪了 哎 呃 你想一下 你爱人会不会 是半路上自己下车了呢 那不可能啊 我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呢呀 他不可能出来呀 我就在门口啊 哎呦 警察一听 奇了怪了呀 大伙都坐过火车 都知道火车厕所什么模样 对吧 并且这男的就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 等了半个钟头 人没出来 门打开进去 没人了 那他能去哪啊 这个报案人是谁 他的妻子 为什么会在火车厕所里边神秘消失呢 这报案人呢 叫杜长江 他的爱人呢 叫戴晶晶 俩人岁数都不大 一对年轻夫妻 不过结婚年头不算短了 结婚四年多了 俩人呢 一直在江苏无锡打工呢 但戴晶晶和杜长江啊 都不是江苏人 他们呢 是安徽复阳人 13年10月12号这一天 杜长江 戴晶晶 还有杜长江的弟妹 一起坐火车 返回安徽复阳老家 这趟火车呢 就是从江苏开到安徽的 总车程啊 是九个小时 凌晨五点 才会到达目的地复阳 夜深人静了 大部分人呢 都在那呼呼睡着呢 这时候 戴晶晶突然就告诉杜长江 想去卫生间方便一下去 老话说人有三级嘛 那赶紧去吧 杜长江当时啊 其实也睡着了 听戴晶晶这么一说 就醒过来了啊 你去吧 并且呢 还担心戴晶晶呢 亲自陪着戴晶晶 前往卫生间 杜长江 见戴晶晶晶到了厕所里边 那厕所门上 他不有那个扣吗 那扣也从无人变成有人了 当时凌晨三点多 杜长江也迷迷糊糊的 他呢 就在厕所门口等着的时候啊 干脆我到那连接处那儿 抽根烟去吧 就到那儿 点着了一根烟 尽管没站在厕所门口 但大家都知道 那连接处就紧挨着厕所呀 他呢 就始终盯着 这戴晶晶上的那个厕所的厕所门 这时候啊 火车就到了南京站了 好些个乘客在南京站下车 一般在这种大站呢 火车停的时间会比较长 渡长江 把烟头掐灭了 就到车底下呀 透会儿气 精神精神 这车停了几分钟 准备再次发动的时候 渡长江又上车了 他呢 上车之后就想着该出来了吧 到厕所门口一看 还是显示有人 渡长江呢 就又看见戴晶晶上厕所之前 随手放在门外的包还在那儿呢 所以也没多想 以为戴晶晶就还在厕所里边 是不是拉肚子呀 还是怎么着呀 算了 我先回去吧 他呢 就回到自己的座位 但是目光还是紧紧的盯住厕所门口 这么着 一分一秒过去了 眼瞅着 已经快半个钟头了 渡长江觉得不对劲啊 那就再不舒服 你也不能在厕所里边待这么长时间吧 那俩腿不都得蹲麻了呀 渡长江呢 来到厕所门口 当当当当当当 就敲那厕所门 还喊戴晶晶的名字 可里边啊 也没人搭理他 这怎么回事啊 别是在里边晕倒了 还是怎么这样 赶紧 找来车上的乘务人员 让乘务人员帮助 打开厕所门 乘务人员呢 打开门之后 这么一看 里边 一个人也没有啊 这乘务员也纳闷啊 温度长江 先生 你爱人是不是 已经上完厕所出来了 只是你没发现呢 渡长江 就一口咬定 不可能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他呢 他绝对没出来 这乘务员 就安慰渡长江呗 先生 你也别着急 我们跟你一起 咱们在车厢里边找找 就一间一间车厢的找 可是从头找到尾 也没发现戴京京 这时候乘务员又说了 刚刚啊 列车在南京站停靠了一会儿 你爱人会不会已经在南京站下车了呢 经过乘务员分析 戴京京在火车厕所里面消失 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 他躲在火车上的其他地方 但是渡长江他们已经仔细搜寻过了 没找着 第二种可能就是中途下车了 中途就只在南京站停了那会儿 第三种可能就是这戴京京啊 从火车上跳下去了 因为火车厕所那儿也是有个小窗的嘛 只要不是像我似的这么胖啊 基本上跳下去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找不着妻子戴京京 渡长江啊 决定带着戴京京的包 先下车再说 渡长江呢 是在南京站的下一站下的车 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 返回南京站 并且在南京站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了解了情况之后 有组织警力 沿着火车行驶的路线 搜寻戴京京 渡长江是非常爱他爱人戴京京的 尽管一宿也没怎么睡 但现在啊 无比的清醒 一直就在派出所 等待着妻子的消息 过了几个小时 警方这才打来电话 渡长江可兴奋了 是不是找着了 但警方打这个电话啊 是为了询问更详细的情况 比如说 他穿什么衣服啊 打扮是什么模样啊 渡长江赶紧也问呢 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警方呢 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要说进展嘛 还真有 这人找着了吗 也找着了 那戴京京到底去哪了呢 是怎么从火车厕所里失踪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渡长江一直派出所里等着 警方啊 过了几个小时给他打电话 问他关于戴京京的详细的穿着 打扮的情况 渡长江也问 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要说进展呢 也算是有 那这人找着了吗 也算是找着了 警方啊 只能是带着渡长江 到了离南京站 两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但是 警察找着他的时候 戴京京 早就成了一具尸体了 根据渡长江描述的 妻子的衣着答案 警方断定 火车轨道旁边发现的尸体 就是失踪的戴京京 渡长江到现场的时候啊 戴京京的尸体 已经装进一个黑色袋子里边了 渡长江走近了点 旁边的警察呢 帮着他把袋子口给打开了 渡长江往里这么一看 差点没吐出来呀 他简直是无法相信 这袋子里边 竟然就是他的妻子戴京京 尽管他否认 尽管他不愿意相信 但警方在尸体上 找到了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在戴京京的衣物之中 警方发现了一张银行卡 背后还有戴京京的签名呢 渡长江此刻 不愿意相信 那也得相信呢 他呀 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失声痛哭 经过法医尸检 戴京京的死因 是头部受到重创 导致颅脑损伤 说白了 就是跳车 摔死的 尸检报告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纳闷啊 戴京京不是要上厕所吗 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他为什么上厕所的时候 渡长江 要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咱之前说了很多的细节啊 您各位再想一下 是不是有点非同寻常呢 凌晨的时候 戴京京上厕所 渡长江守着 哪怕抽烟的时候 也得盯着厕所的门 哪怕再上去 回到座位那 还是得盯住厕所的门 再亲密的夫妻 哪怕是最热恋中的小情侣 一方上厕所 另一方会一直在厕所门守着吗 这是保护 还是监视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调查过程之中 渡长江才说出了 他们夫妻俩的秘密 戴京京 1989年出生 失踪的时候24岁 渡长江跟戴京京啊 都是安徽抚养人 俩人是通过亲戚介绍 这才走到一起的 结婚之后一年 戴京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又隔了一年 第三年的时候 又生下了二胎 原本的 这小两口生活就很拮据 生完俩孩子之后 恨不得饭都吃不上了 为了养娃 没办法 他们呢 就从老家富阳 来到无锡打工 为什么选择无锡呢 是因为渡长江的弟弟和弟妹 也在无锡工作 为了省钱 你要去别的地方打工 你还得自己再租房子 而到无锡打工呢 就可以跟弟弟弟妹一起住在一套出租屋里 居住成本 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 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 这样就能节省不少钱 因为夫妻俩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也没有什么知识文化水平 那就只能在普通工厂里面做流水线上的一些简单的工作 俩人呢 虽然都是干同一类型的工作 但工作时间不同 渡长江经常上夜班 戴京京经常是白天上班 俩人等于啊 虽然生活在一起 但平时见不着什么面 说不上多少话 独在一厢为一刻 这戴京京 每天一到晚上就感觉无比的孤独 无比的寂寞 久而久之的 就开始在网上跟人聊天 打发时间 所以呢 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男性 也认识了很多无锡当地的男性 那接下来 就是大伙想的那些狗血剧情 先是网友聊的挺好 然后线下见面 再然后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最早发现戴京京不对劲的是谁呢 还不是渡长江 而是渡长江的弟弟和弟妹 他们发现戴京京啊 原来没那么爱打扮 突然呢 变得特别注重打扮了 总是花枝招展的 之前呢 戴京京会在家里边帮着做点家务什么的 现在啊 就是天天抱着手机 发短信 发消息 有一天呢 渡长江的弟妹下班以后 听见戴京京 在这家里边跟一个男子打电话呢 言语之中啊 那个气氛 那个内容是非常暧昧的 弟妹一听 哎呀 我嫂子 这是不是 不行 这事啊 我得跟我哥说 就偷偷的告诉了渡长江 但渡长江一开始还不信呢 他感觉夫妻俩感情好啊 他不会背叛我的 可是过了不久 戴京京又一次跟陌生男人聊天 打电话 弟妹又听见了把这个事告诉了渡长江 渡长江呢 立刻回到出租房 正好就抓住了这戴京京和那陌生男子 在电话里面 你弄我弄 请请我我的 那个场景了 夫妻俩呀 因此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甚至邻居们都知道 渡长江让他老婆给绿了 尽管戴京京出轨了 但渡长江就认为 结婚这好几年了 还有俩孩子 也不想着就这样离婚 经过深思熟虑 渡长江决定 带着妻子回老家 先跟父母双方 商量一下 下一步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 不回无锡了 回到家之后 他是不是就能收收心呢 可戴京京不愿意回家 戴京京认为啊 只要待在无锡 只要渡长江他们不跟家人说老家的人 就不知道他出轨 但一旦回家 出轨的事就会传开 名声就完了呀 甚至父母家人 那也没法抬头做人呢 戴京京不想回去 渡长江呢 非要带他回去 为了怕戴京京逃跑 渡长江还叫上了弟弟和弟妹 陪着他们俩乘坐火车回老家 2013年10月12号 渡长江 戴京京 还有渡长江的弟妹 一起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因为渡长江的弟弟呢 人家厂里边也有事 再者说了 俩大人还看不住一个人吗 这么着 在火车上 弟妹 渡长江 一直盯着戴京京 戴京京 好几回 都在那苦苦的哀求弟妹 希望能放过他 让他偷着离开 弟妹 当然不敢 渡长江 肯定也不允许呀 但戴京京 一直就没放弃逃跑的念头 直到凌晨 大家都睡觉了呀 戴京京觉得 这是逃跑的机会 于是提出来 要去上厕所 戴京京 自然而然的 跟着他来到了厕所门外 其实去厕所之前 戴京京已经计划好了 跳窗逃走的方法 所以把银行卡值钱的都带上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啊 火车行驶过程之中多快啊 跳出去多危险啊 火车轨道旁边都是石头啊 戴京京掉下去的时候啊 头不着地 就这样 人是跑了 但命也没了 他被战舰女嘲笑 不行 又遭遇老婆送了顶绿帽子 一气之下变成了公厕色魔了 疯狂捅美女 又逐渐进化连杀十二人 制作成标本 为了逮住他 公安部派出了行侦八虎之一的徐立民 调动二十二个乡镇的上万名村民 搞了三天围捕战斗才把他抓获 那时吉林柳河县因此是一战而出名 老百姓纷纷放弃了鞭炮 庆祝人渣被枪毙了呀 今天讲述的是吉林公厕色魔事件 来听故事吧 那时一九九六年二月一号 吉林省柳河县一个公厕里边 发生了一奇惨 药厂漂亮女工小张 在上厕所的时候 遭到一个男子的袭击 速度之快 根本看不清来者是谁 小张臀部被刺得血肉模糊 一声尖叫 行凶者是夺落而逃 要说那是九十年代 公厕有的晚上连灯都没有 也没有监控 也没有目击证人 黑夜里那色魔到底是谁呢 没人知道 这场里顿时流言色起 传得沸沸扬扬 说是哪个男的跟他交往不成 想要报复他 小张只能是自认倒霉 一时间流言蜚语 使他抬不起头来了 只能每天趴着养伤 那就当人们议论 这药厂美女遭习割屯时 这柳河县的公厕 不断传出色魔袭击事件 数名女性在独自上厕所时 遭遇锐气滑伤 唯可确定的是 这人是个中年男子 身高不高 可能不足一米漆 大长脸伸手矫健 钻石总挑那些 没有灯的公厕 动手时一声不支 穿过一件黄泥子大衣 还有这事一传出来 一时之间 很多胆小女性 不敢独自上公厕了 弄得是人心惶惶 接着 袭击事件升级了 这个色魔胆子 愈发膨胖起来 不仅在公厕行凶 还会尾随女性 在路上在家门口动手 所伤害的都是 年轻漂亮的姑娘 目标从姑娘的臀部 上升到腰部 胸部了 没错 哪儿肉多 她往哪儿捅啊 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 十几万人考到柳河县 接二连三 有十几名女性遇害 凶手作案频率之高 令人弹指色变 就这样 卸业班的女子 结伴同行 有老公 有男友的骑车来接来 而警方对此 依然是一无所知 说为什么呀 那个年代 闭塞的小县城 人言可畏 很多被害女性 不敢声称 生怕牵手书什么 之类的陶测新闻 传得沸沸扬扬 在那个离婚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的时代 被扎伤的人 她只能忍气吞声 不敢报警 而这行情 无疑是在告诉凶手 你大可以自以忘为呀 她那凶残暴行 升级了 不满足于当街伤人 可想慢慢品味 施虐的味道 于是很快 盯上了一个完美猎物 女人 独居 就这些条件 对大长脸来说 是极致的诱惑 就像是一个地狱恶鬼 推到了一盘 香喷喷 炖肉面前了似的 一想到自己 即将大快朵 一番就忍不住 兴奋 浑身颤抖起来 那几个月的深夜 大长脸 犹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一处平房前 没有路灯 四处漆黑一片 经过长时间 的踩点观察 大长脸对女人家里 就跟自家后院一样 惊涉熟禄 她是悄悄摸出铁丝 把唯一的出口 大门凝死了 防止女人逃跑 封死这个所谓的 秋龙之后 丽莎时刻开始了 撬开窗户 分身入室 抓起磨得锋利的刀子 满脸凝笑着 盯着床上熟睡的女子 她脑海当中 模拟了无数次虐杀方式 现在她要施展出来 她一手捂着女人的嘴 一边手起刀落 刀抖狠辣 只可惜这可怜的女人 从睡梦当中惊醒过来 但很快又昏死过去 身下 那是一大片血泊 据悉 这女人脖子 肚子 分开腿 大腿内侧 还有内裤的位置 都被这男子捅上了 一下又一下 大长脸疯狂了 盼用那鲜血 见到自己脸上 那刺鼻的血腥气息 和刀子进入的频率 让她得到无比的满足 没错 她就是坊间传闻的 公测色魔 床上女子挣扎的越激烈 她越觉得心里舒坦 她之所以行凶 之所以施暴 就是因为她那方面不行 正常的夫妻生活 她实现不了 妻子对她冷嘲热讽 去找那占街女去 那些人都嘲笑她 这让她男人的尊银 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所以 想来用绝对的力量 对女性进行暴力压制 而才能找回 那少得可怜的自尊心 就这会儿 大长脸看着 昏死过去的女人 呵呵一笑 心说着 这多好啊 这多听话呀 不会嘲讽自己 更加不会嫌弃自己 就这样玩事之后 这混蛋 有未见的一把脸 逃走了 拎走之前 不忘擦去那些痕迹呢 那这次杀人行为 像是打开了 地狱大门似的 没过几天 她再次欲火焚身 蠢蠢欲痛 而但凡她盯上的女子 没有一个不为拿下的 这些女人 都是她精挑戏选的 要模样有模样 有身材有身材 比起她那张 长相普通的汉妇老婆 有滋味多了呀 就在外边 一边行着凶 大长脸一边想着 臭娘们 还敢嫌弃老子 外边这些女的 可随便老子挑 但她也就这么想一想 一回到家里 面对自己的媳妇 立刻换了个人似的 像是安春似的 怂得不行 对她来说 越是在家里 得不到尊重 大长脸钻频率就越高 手得越凶残 半个月之内 连续闯入数家疯狂作案 残害了五名女性 当她回味着一个个女人 在她身下挣扎的滋味时 她忽然领悟到 说以前为啥要花钱 搞那些战监女呀 花了不少钱 还挨了好一顿泄落 这霸王硬成功不就完了吗 还不值得服服帖帖的呀 没错 这战监女 成年女性都玩腻了 一个更加邪恶 更加无耻的想法 冒了出来 心说 这小女孩身上 应该更香吧 那在另一边 刘鹤县警方 依然对此一无所知 那些败害女性 继续忍气吞声 有些家属要报案 就被拦住了 当事人唯恐 给自己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然而受害者的一再隐忍 换来的只是 恶魔更加肆虐的猖狂 五天之后 这畜生盯上了母女三人饿 有时候这家庭 没有老爷们 一个妈妈带着俩闺女生活 俩女儿都没多大罪数 大长脸猜点时 就开始一言起 躺起了哈喇子 那正所越黑风高杀人业 可怜的母女三人 在睡梦当中遭到了袭击 母亲惊醒 为了护住俩孩子 是卑微的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 但这并不能 拎起大长脸的侧隐之心 她不但划开了妈妈的肚子 还丧心病狂的 捅烂了俩女孩的下身 就听了 母女三人的惨叫声 和哭喊声 在深夜里是此起彼伏的 而这家伙压根不敢多停留 转身就逃走了 走时再次抹去了痕迹 什么叫来无影去无踪啊 有贼心 又有贼胆 不留下痕迹 真是狡猾至极 只可惜这俩孩子 小小年纪遭遇到活生生的恶魔了 这次动静闹得太大 被害人家没顾虑那么多 赶紧报警了 那对于柳克县警方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极其邪恶难缠的对手 在接下来四年时间里 他们跟歹徒数次交锋 却屡屡被这家伙躲过去了 直到此案件惊动公安部 被列为公安部三号督办大案 澳洲那天 大京村里 有两个少妇在河边洗衣服呢 有说有笑的 这俩人年轻俊俏 身材恶挪 但谁生强 有一双喷着浴火的眼睛 早已经把他俩盯住了 而且已经盯了半年遮酒了 他俩叫什么 住在哪 丈夫叫什么名字 几点出门物工 几点睡觉 都被那人是摸得清清楚楚 没错 刘恶县公厕色魔又进化了 他对生活幸福的美满夫妻 产生了强烈的极度之心 先说凭什么他自己生活的处处不如意 那些人 那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儿了 于是在多次入室杀人之后 发明了个新的玩法 将被爱者的私密器官搁下来 做成标本回去把玩下 他把那些部位据为己有 就好像自己作用了三千家历似的 那大长脸觉得 他是那些器官的主人 也是那些女人的主人 心说搞死他们 杀一对少一对 那做足功课之后 这人渣挑了个日子 深夜窜进一个少博家里了 那怕在窗根底下 听到男主人匀趁的呼吸声 他切断电线 呛默声的是进了屋 他手里攥着刀 准备先干掉这家的男主人 再尝尝女主人的滋味 不成想 进去的时候 踢到了一个铁铲子 一听这动静 一声男人的爆喝响起 大喊声 谁啊 这大长脸本来越狱似的下肢 顿时被吓崴了 一阵操作猛如虎 一声爆喝吓成二百虎了 这个气软趴向的畜生 赶紧逃窜 但又不甘心 胸中浴火和善人邪恋 依然在燃烧着 他挺不住了 那心说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娘们吗 那大长脸 踏着熟悉的地形 又摸到第二个女人家里了 而这回 他得吵了 带着方才受到惊吓的怒火 把床上正在熟睡的夫妻俩 先后割喉 这男主人当场毕命 女主人却没死 女人挣扎着 想跑出外边呼救了去 那恶魔是几步上前 冲着他后背一刀瑟瑟了 血雾弥漫 行凶之后 当即骑上小摩托逃窜 而这时时间 马上来到零时 好巧不巧 乡镇刘小丽 因娘姐有事 耽误了回程 半夜独自行走 在天间地头 没想到 这么一走 还真就遇到魔鬼了 那骑在路上 这大长脸转灯一晃 心说 好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啊 嘴声带着笑 心说 大开杀戒吧 这可是你主动撞上来的 脑子今天晚上要过足了眼 这刘小丽没反过来呢 这腹部便便捅了两刀 尖叫声 划破了夜空 这几声淒厉的惨叫 被一户人家听着亮起了灯 大长脸肩装不好 牵着摩托扬长长而去 他一边逃窄 一边想着 那屋里的人 不会把我看清楚了吧 得麻溜回林场 把那些标本扔了 要是被警察发现 找到证据 那可坏了事儿了 到这儿 这柳河警方愤怒了 待了两年时间 这魔鬼是狡猾至极 像个嗜血的幽灵一般 游荡在东北大地上 东一处西窜 毫无章法和逻辑的杀人 如今 一晚上作案三起 真是杀疯了呀 截至到2000年 6月24号 已经有8名女性 和4名男性 死在他那屠刀之下了 12个人 都是在生命当中被割喉 有的肚子被划开 内脏流了一滴 那还有17位 侥幸没死 但身受重伤 有人说 说他是魔鬼呀 要杀够100人 才能罢休 说那些案子 肯定不是人干的 否则咱们来无影 去无踪的呢 的确 就这几年时间里 这大长连 显露出高创的作案技巧 和反侦察能力 只在两起案件当中 留下了指纹 跟警方玩起了猫鼠游戏了 警方经过分析 这狡猾的歹徒 可能就是当地人 熟悉地形 作案地点 只选偏远的城边 或者是公路沿线的平房 这叫不涂财 只拿走过被害者 家里一桶豆油 一个手势加工工具 他只伤害不强奸 就说明他的目的 不是别的 就是屠戮 说歹徒 尤其喜欢漂亮女性 可能是受过什么刺激吧 此人是有预谋的作案 刀法狠辣 可能有过屠宰的经验 那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体液残留 没有血液残留 每次作案时间很短 干完就跑 就像是黑夜的鬼魅似的 是飘忽不定 于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 展开各种形式的抓捕行动 除防范警力之外 日常侦破警力近两百人 工作紧张时 参战民警 多达四百多人 撒下特性耳目 巡逻步控 化妆侦察 蹲坑守候 控制重点去 但这一系列操作都没用了 全都被那家伙完美避开了 要说案件久针不破 官部震惊了 不破此案事不罢休 此案件被列为 两千年官部三号都办大案 更高级别的专案组成立了 省官厅厅长亲自带队 把省厅刑侦专家 全都调来 跟一些民警 一起研究案情 结果才这么着 这恶魔在如此严防死守之下 依然不知收敛 再次伸出了魔潮了 说是两周之后 又有被害人出现了 当警方为了凶案忙的 不可开交之际 躲在暗处是轻蔑一笑 先说倒要看一看 警方面对如此 欣欣献杀的 会是什么反应呢 当时警方就和他说 到底是哪出了疲劳呢 专组是痛定思痛 大会小会开了无数个 开始寻找案件的突破点 那就在大长脸 一晚作案三起的那天晚上 目击者并没有看清 他那长相 连摩托车的颜色 都没看清楚 但是能确定嫌疑人的逃算方向 毫无疑问 这摩托车成了整起案件 最关键的线索 警方随即展开各种排查 就这一天 一个客运派出所所长 要带领两名工作人员 到向阳林场排查 目的是去寻找 又有摩托车的男子 好小不小 所长家里家中有事 没能前去 那两名客运站工作人员 缺乏排查经验 听说一个叫做杨红军的工人 有摩托车 但在没有见过面也没向领导报告的情况之下 只做了简单登记就不了了之了 而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柳和色魔的本人 就这次排查 让他完美错过了 杨红军确切地知道 这警察离他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他的风魔咒不再受控制 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字 杀 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只要看不出眼就是个杀 在被逮住之前 多差一个转了一个 就那段时间 专案组成员进入采访时说了 说在柳和镇的摸底排查工作当中 有民警偶然将杨红军 纳入到了排查范围之内 但是在进一步审查过程当中 因为他在工友当中人员很好 当时又不在柳和 就把他给排除掉了 没错 就这样他一次次逃脱追捕 撤了老百姓的噩梦 那就在政洁缠斗之间 警方举例三尺之际 案件突然出现了转机 赚佐请来了具有 公安八虎称号之一的指纹专家 徐李明 听听这公安八虎 听的名字就很霸气 得色人相处 犹如刘备请到了诸葛亮 阿玛士公安部首批特邀行侦专家 在行侦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 这八位是纯靠着天赋 用人力和智慧识别 犯罪痕迹的专家 那是23年之前 在没有电脑识别技术的环境当中 这徐李明的眼睛 跟那扫描仪式 能够在众多复杂的指纹当中 搜出形状高度相似的那两个 但这项工作太过复杂了 需要时间才行 可结果这也是 又有一个事件发生 加速了凶手的落网 那是27年8月24号 盛夏时节 娇阳四火 北四冰箱一个小河里边 一个皮肤白皙 身材丰满的女子在洗草呢 这河水被晒得温热 女人惬意地洗着 丈夫就在不远处的农田里干农活 大众头也没有乡邻出没 女人洗得很心安 结果这时突然遮尖 庄家地里发出哗啦啦 踩踏的声音 女人以为是丈夫回来了 高声质问离居 老赵是你吗 见着 一个神情猥琐 鼻方口酷的男子 是露着一脸 吟笑早了出来 女人大喊了一声 你谁呀 臭不要脸的耍流氓了 赶紧滚 我老公就在附近呢 他立刻蹲在水里 捂住胸前 尸声尖叫起来 而他那呼喊声 并未惊吓到男人 那慌乱的模样 使得男人愈发兴奋起来 这男子搓着大手 唇嫌欲滴 充满色欲的眼睛 直往外喷火呀 往地上脆口弹 冲着女人一蹿而上 而紧要关头 一声爆喝响起 别跑 不砸死你 没错 那是女人的丈夫老赵 扛着锄头是狂门而至 边跑边骂呀 那色鬼见老赵人高马大 按刀不好 八腿边跑 那速度之快 让老赵是望尘莫及 老赵是亲眼看到 这流氓画上一辆红色 没有牌上的摩托车 就这样 警方根据夫妻俩的描述 很快绘制出了一份 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这人长得非常有特点 身高不足一米七 腿短 胳膊长 肩膀粗壮 大长脸 一脸凶相 替着一个毛孙发型 脚上穿着一双 居绿色的胶鞋 奔跑速度非常之快 能感觉到是 长期干体力活的人 很快 就这张画像被广为流传 四处张贴 各村广播站 轮番播报找人信息 接着有人觉得他眼熟了 说这人怎么看着像是 那香林厂的工人呢 具体调查不记得了 打过一次照面 也说不准是不是他 就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警方立刻赶赴林厂深入调查 而正在此时 指纹鉴定工作 出现了突破性紧展 警方曾经在林厂采集过工人们的指纹 一个指纹和凶手留下的两个指纹高度相似 此人正是杨红军 而且之前空运派出所来林厂排查时 登记过杨红军有辆摩托车 没错 就是他了 赶紧抓捕吧 而那边的杨红军他跑了 连夜钻进大山里边 自打那天被老赵夫妻俩看清楚样貌之后 他没能杀死他俩 他就觉得这事肯定得出事 果然他再也跑不掉了 警方以大兵压境之势 投入到抓捕当中 调动一千多名警力 在周围地区进行周密的布控 切断了杨红军一切有可能的逃跑路线 锁定他藏身方位之后 又组织警力搜山搜捕 鹤枪实弹 警犬追踪 狙击手出动 此时 那正是林中之夜繁茂的时候 山多林密 茫茫林海当中搜找一个人 必须打围捕战才行 而那杨红军对山地地块是非常熟悉 有常年在林中作业的技能和生存本领 想在林子里待上时间半个月 绝对不是难事 而这时 柳克县委 县政府在县州各机关和全县22个乡镇 层层发动群众一起加入到战斗当中 竟然有上万名热血群众扛着锄头 带着铁签 是挥舞这棍棒立刻赶了过来 创造了警民联手对付犯罪分子的典范了 都说着 不用动员 咱们就是手上一个月不务农 也把这畜生给救出来 那边也喊 没错 绝对不能让这兔崽子活着走出东北 民众们愤怒了 就因为这个人 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 多少老人没了子女 还有那些无辜的孩童 急着要结婚的年轻姑娘 都因为他被毁了 这辽阔的黑土地 他们不敢相信 竟然养出了这么个畜生 所有人摩拳擦掌 势必把这个变态升至一趴 但是咱得说这杨红军 够厉害的 万人色舞当中 整整躲了三天这久 但是再久 他也插持南非 上万人昼夜不休的地毯式搜索 连一只洞都逃不过 终于把他交出来了 杨红军被抓时 衣服被刮的四处都是口子 满脸泽泥 是旁头勾面的 许多大老爷们看到他真身之后 是嘖嘖称奇 说什么狗屁杀人 那只是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 就这种货色 走大街上 任谁都不会相信 是建国以来柳河最凶悍的汉匪 但铁证面前 这人渣罪无可赦 护害一方多年的杀人色魔 终于落网了 那说一个普通工人 为何会如此丧心病狂 犯下滔天罪行呢 在警方审讯之下 这恶门的过去被揭开了 杨红军1964年生人 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母亲是一个朴实无华 老十八叫做农村妇女 父亲是一个有着精湛手艺的伐木工人 吃苦耐劳 做事行快 那六七十年代 他们家生活 虽然谈不上衣食无忧吧 但也没让杨红军吃过苦啊 别人家孩子有的他都有 但不知为什么 杨红军从小光吃不长个 在男女身高 超平均线的东北地区 打小发育不良时 又瘦又小 童年孩子不愿意带他玩 各种打仗游戏里 他总是那个被安在地上摩擦那一位 因此变得孤僻起来 外个人接触了 渐渐他是越来越自卑 在青春七十七 传统老派的父母 没有给他一定的生理方面的指引 再加上也没有同伴之间的分享 那在男女方面的心态 逐渐变得扭曲了 那是十三岁那年 杨红军开始暗地里 偷偷打量那些女人 面对女性 丰满的胸部臀部 他总是不自觉的可气丑 而那些面容娇好 刚刚发育的女同学 身材丰满的婶子大衣都传了他一言对象 杨红军发现自己的欲望很强烈 他开始渴望起女人来 从偷喵变成偷窥 为了能近距离看到女性衣服底下的眼丝部位 他跑到女厕所后边偷窥去 公厕砖墙的缝隙里 杨红军看到了各种 令他激动万分的侧击画面 小小年纪迷上了偷窥了 哪能不出事呢 很快被逮着抓到了现行 就哪天 他那张脸刚贴到女厕所后墙 就立刻被早就埋伏好的两双汉给逮着了 这两人的老婆都曾经被偷窥过 感到非常气愤 早就想把丑雷芒逮着了 没想到一看之下 哎呦还是个孩子 杨红军当场被一栋暴揍 两男子拉屎着他 一路漫漫连连来到杨家 这一路上不少村民围观着 杨红军被指指点点 被万人唾骂嘲讽 杨父杨母羞得是抬不起头来 如果要是孩子在外边打架惹事 被找上门来 那都好说 这下好了 偷看女人上厕所 那丢人丢到家了 全村老少都知道 这老杨家的小子是个臭流氓 就这会儿 俩壮汉警告了 说这次先放你一马 再有下一次的话 直接扭送派厕所 杨红军因此事遭到毒塔 从此再不敢去女厕所了 但是心中的邪火 早就被点燃起来了 压都压不熄灭 那女厕所里刺激的画面 一次次在脑海当中重现着 她开始幻想 越想越下流 越想越扭曲 越得不到 越难受 白爪挠心 那三年之后 杨复在临场工作时 出了事 付了伤 这伤势严重 导致以后再不能进行重体力活 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虽然有补偿金 但哪够花呀 十六岁的杨红军 顶了父亲的班 成了一名年轻的伐木工 在工作的时候 杨红军倒是很卖利息 还得过积极分子的称号 但是他有个很大的遗憾 就长年臭再也没有长高过 身高永远停在了一米六级 就这身高 在周围看起来 就有点不显眼了 被叫做小厨子 二等残废 让他愈发自卑起来 找对象都费尽 好在他有个铁饭碗 22岁时 在奸人介绍之下 一个临场姑娘跟他结了婚 杨红军看不上他老婆 觉得老婆长得丑 没有女人味 但是他成家之后就不用幻想了 能在床上寻找一下男子乞丐了 一年之后 他俩人生了孩子 那倘若他能像个正常人一般 是安稳度日 一些恶行都不会发生了 但坏就坏在 这家伙学会了打麻将 学会了喝酒 排桌上男人 昏段子连篇的 他知道什么叫谋片 什么叫变态 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他看了大量国外成人录像带 里边那画面跟那小时候偷窥 女厕所后的幻想是一模一样 杨红军心里那团鞋活 就此烧了起来 变着法的要求老婆 过不一样的夫妻生活 配合他搞各种造型 但是咱得说那老婆是个 朴实的人 经不起他这番折腾 连人睡不到一起去 而杨红军越看变态的内容 越难受 从老婆身上得不到满足 就出去花钱找服务去 把那变态的施虐欲 统统用在了战舰女身上 那暴力的手段 让他找到了做男人的自信了 可没过多久 遭遇了一次新人跳 说有一次 去隔壁县办事的时候 其实站有一对姐妹花 说可以一起伺候他 而当他把衣服全脱了之后 立刻从旁边跳出来 几名高大的壮汉 额了他460块钱 要说460块 在现在看起来可能没那么多 但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 杨红军不抽不喝半年时间 才能攒下来这些钱 吃了暗亏不敢报警 只能暗自生气 他不但没收手 还变本家里继续找小姐 朝阴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呀 嫖多了 自然就染上病了 那是1995年底 杨红军觉得下边不舒服 在老婆的督促之下 两人去了趟医院做了检查 不出所料 他那病 那就是被战军女给传上的 得知此情况 这老婆对他是破口大骂 老婆娘家人更是对他是嫌弃 鄙视唾骂 这让杨红军抬不起头来 也无力反驳了 黄毒毒 要说一旦染上 压根就停不下来 这杨红军欲望再起来 这老婆不肯搭理他了 一怒之下 他起了报复的念头 想把病传给战监女们去 行说那些臭娘们看不起我 老子给那面颜色瞧瞧 就那天 杨红军到美发店 找了个小姐 想发泄一番 顺便传播疾病 没想到 就那天他被嘲讽了 小姐非常有经验 看到这老哥 不论他身上怎么使劲都不行 满头大汗的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嘲笑了一句 大哥 不行咱就别费劲了 还得赶着下一单客人 再说了 你那有病 别把我传上了 一听这话 这杨红军是火墨三丈 他妈的 连这种臭娘们敢嘲笑我 接着一拳上去 砸在了小姐胸口 她长年伐木 一绑子立起 就这么简单一拳 砸得那女人 差点背过气去 就这事 她是越想越生气 先说女人没一个好东西 早先是嫌我丑 嫌我穷 现在还嫌我没能力 要不你们 怎么可能得病呢 那回到临场之后 这老杨是越想越窝囊 传病出一现犯 不行 反倒惹人身骚 可她欲望太强了 不管怎么独自努力 都达不到欢乐的巅峰 这让她觉得一辈子都晚了 做男人那点雄风和快乐 再体会不到了 这杨红军立刻想到 那些进口毛片里的 肆虐场景 她想试一试 心说 也许把个女的弄残了 还能得到 不一样的刺激呢 心说花钱找的女人 不行 会反抗 于是掏出匕首 到县里 搜了那些落单的姑娘 那就在一个女侧门口徘徊时 漂亮的小张进入射线当中 近此 杨红军狠狠摔灭烟头 立刻跟了过去 冲着刚脱了裤子 背对自己的小张 上去就是一刀啊 就事后 回想起那番场景 那女人尖叫的声音 和挣扎的动作 这杨红军是畅快无比 心说有滋味 有意思 那些鬼狼就是会玩啊 她是不断品味着 真实的回忆和毛片里那画面是交相呼应 很快她决定再次要出手了 自此暴虐之举一发不可收拾 要说她的进化速度太快了 柳克县从此是人人自危 这期间她不是没停过杀戮了 说有段时间杨红军准备收收心思 把锯利放在赚钱上 她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家简陋的小吃部 过人看店 可是钱钱没赚着 又遇到当头望鹤 她老婆因为她常年不回家 跟别的男的好人了 跟大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杨红军对此是暴跳如雷 跟老婆结婚整十年遮酒 这女人不但没能满足自己 变态的夫妻生活 非常抗拒跟着毛片学又掐又拧的 还曾在两年之前 逮凑她跟别的女人有染 更可气的是 她老婆连同娘家人 是把她得病的事儿 拿出来说事儿 好好羞辱她一番 并且毫无避讳的 是跟村里邻居说了一番 哎呦 说的那个起见 如今心仇加旧恨 杨红军癫狂了 要狠狠报复女人 光是扎伤弄惨可不行 她要杀人一雪前尺 但是甭管杀谁 她唯独不敢杀自己媳妇 一来媳妇是老公儿的女儿 再有她惧怕赵母娘家人多失重 随便来几个弟兄 就能把她黏死 于是把那魔爪 再次伸向无辜的女性了 那是1997年入夏时节 杨红军开始收群猎物 9月28号趁夜 潜入独居女子郭霞家里 是割净剖腐 家人杀死 更残暴的是 割下了败害者的胸 又弯下了私密器官 以此带走把玩 接下来 她可不是一个地方祸害了 流窜到附近的梅河口 是新兵县 每次都是一样的手法 一刀毙命 切走器官 带回临城收藏 对此 警方战怒了病案侦察 可杨红军着实了狡猾 每次作案都擦去痕迹 再加上当时那刑侦技术弱 就导致警方没能提取到有效的痕迹物重 杨红军因此逍遥法外 骑着小摩托过着双命人的生活 一边屠戮虐杀 在林场里隐藏处理石块 一边撞着老好人 跟他那些工友们拔酒言欢 转眼间到了冬天了 东北那林场冰冷刺骨 形成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掩盖了肉块的腐烂速度 杨红军对猎物越来越挑剔 不漂亮的不杀 没韵味的不胖 越看梁家女子 越觉得自己曾经碰过那些 风尘女子是多么恶心 因为他还在外边开着小吃部 伐母工作 又不是按摩就班上班打卡 老婆孩子又不在身边 所以没人发现 杨红军行踪不对劲 他把这个杀戮游戏 真的给玩上眼了 当成平凡生活的消遣 寻找侧下的乐子了 他拿尖刀是捅刺着 宣泄着愤怒 一个个无辜女子 成了他施虐泄分的对象 把自身原因造成的不如意 不满 转化成对别人的伤害 这就是他报复生活 报复社会的手段 再后来 他见没惊动警察 胆子越来越大了 看到哪家女子漂亮 哪个家庭幸福 他却觉得不睡眼 那害人手段 他是逐渐升级 还每一次都能得手 这让他非常膨胀 到后来只要想杀人了 就得当天弄死一个 否则不算完 一直到越来越变态 搁下私密器官 做标本 把玩 说有一次做案回来 他对着打麻将的众人高喊着 说杀人犯回来了 但就这张喊 没人搭理他 都以为他喝多了 开玩笑呢 就抱着一种侥幸心态 杨红军继续做着案子 引识越来越重 只要不做案 少了一种刺激 他就觉得浑身难受 他也不是没想过收手 那是1999年下半年 单位分了房子 得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住着高楼 看着孩子逐渐长大 也想着收说心思 好好过日子 但是呢 就像许多连魂 尖杀案件的凶手一样 一旦尝到了血腥的滋味 就再也听不下来了 那是2001年4月8号 恶贯满营的杨红军被枪毙了 柳和县百姓自发的在街头 燃放起鞭炮 屈温神得平安呢 到这儿 这起案件也就收完了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个奇葩案子啊 有多奇葩呢 听吧 这是发生在陕西魏南市的一个案子 2022年4月份的一天 魏南的韩女士啊 正好这一天呢 出去聚会去了 参加大party去了 她有一个好姐妹好闺蜜 过生日 为了能够帮这姐妹张罗酒席 这韩女士呢 又一番精心的梳洗打扮 然后就赶到了宴会地点 参加生日宴会的人很多 不过这韩女士 是好姐妹最好的姐妹 那我得替她撑起厂子来呀 我得把客人们都照顾好了呀 一高兴呢 这酒啊 也就多喝了几杯 等这宴会结束的时候 已经大半夜了 韩女士着急忙慌的 赶紧回家吧 太晚了 可是一到家门口啊 哎呦 不对呀 我在离开家的时候 明明是锁了门的呀 怎么现在这门开着呢 您各位说了 那会不会是家人啊 把门打开进去忘了关门了 不会 因为啊 这韩女士离婚了 自从跟老公离婚之后 索性也换了 家里边的钥匙 只有韩女士 是一个人有 所以这门一定不是自己认识的人打开的 很可能是有小偷啊 遭了贼了呀 韩女士害怕呀 这怎么办呢 为了以防万一啊 这韩女士呢 就到了地下室 找了一根绳子 然后这才进了家门 您各位该说了 遇到这时候 报警啊 实在不行跑啊 你还敢进家门 一介弱女子啊 哎呦 这韩女士可不弱啊 这韩女士之前学过好些年的散打 你要是来个一般的大小伙子 哪怕稍微人高马大点 你真不一定是韩女士的对手 再加上韩女士 这喝了酒了呀 胆子也大呀 拿着绳子悄悄的 可就进了房间了 但这里边黑灯瞎火的 也看不清楚啊 这怎么回事啊 到底这贼在哪啊 其实韩女士心里边啊 也有点打鼓 韩女士还记得离开家的时候 走的呢 挺着急的 不是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吗 包括戴的项链耳环 手镯子啊 都瘫到了桌上 那么这些东西呢 走的时候都没收 现在韩女士更紧张了呀 我这么多值钱玩意儿 别让小偷走了呀 本来呢 韩女士琢磨着 当时要没找这小偷位置在哪 先看一下监控录像吧 确定一下他的位置吧 没准这小偷已经偷完走了呢 还没等看监控呢 这时候突然呢 就听到一声急促的呼吸声 是从自己卧室方向传过来的 韩女士一听 行了 你就在这儿了 瞧瞧的 手里边拿着绳子 朝着自个儿卧室 就走过去了 走到卧室门口 这么一看 嘿 有一男的正在那翻箱倒柜呢 小偷啊 看那意思可能也是伸手 偷的时候注意力太集中了 喂 这么多衣服啊 喂 这么多鞋子呀 喂 这么多好东西啊 他这注意力一集中啊 根本就没注意到韩女士的靠近 也是 他之前进去 这么晚了 家里黑灯瞎火没人 就想着 也许啊 这家主人去哪了 今天晚上回不来了 这小偷偷的也差不多了 刚想着缓口气 准备准备走吧 这韩女士啊 直接上去拿绳子 三下五出二 咔就给他捆上了 这小偷还在那挣扎呢 挣扎的时候 韩女士叹了口气 唉 你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敢偷老娘的东西 这可把小偷给吓坏了 哎呦 怎么 见鬼了 是啊 大晚上的 黑灯瞎火 莫名其妙 被人捆上了 直接还 叹口气 啊 人哪来的呀 还没反应过来呢 别忘了韩女士伸手了得呀 狂唱一下 把他胳膊给就 把他胳膊就反拧住了 摁到了地上 这小偷可就动弹不了了 这小偷啊 身子骨确实也比较弱 别看是一大小伙子 还不到一百一十斤呢 又瘦又小 小身板一看起来就没力气 这怎么打得过韩女士啊 大晚上的 韩女士来了这么一出 先发制人 这小偷啊 捆得跟个粽子似的啊 正好配合咱现在这 端午节 那把多硬紧啊 那他跑不了啊 那就只能是求韩女士啊 大姐 我错了 放了我吧 我原来没 不干这个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大姐 别打我 别杀我呀 放我一条生路啊 韩女士不依不饶啊 把这小偷啊 捆得更紧实了 这小偷吓的呀 捆好之后 韩女士也累了 上气不接下气的 毕竟折腾了一晚上了 又喝了那么多酒 捆完之后 这小偷呢 就在地上了 韩女士呢 就找了把椅子过来 坐椅子上啊 休息休息 一边坐在椅子上休息 一边打开灯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的 哎 别说啊 长得挺白净的 你看 哎 这 小伙子看着是吧 不高吧 挺精淡 小脸 长得也还挺帅气的吧 这我要是能跟他 那样一下子 是吧 这 挺好 这事 我不亏 挺好 挺好 为什么 韩女士有了这样的想法 韩女士啊 四十多岁了 长期单身 咱们之前不说了吗 离婚了 自然呢 也有那方面的需求 再加上喝酒了 喝多了呀 酒精的作用之下 就响入非非了呀 之前小偷呢 求韩女士的时候 还说了 大姐 只要不报警 让我做什么都行 韩女士这时候打量着他 只要不报警 做什么都行 是吧 这小偷 当时一听 这事有门啊 脑袋呀 点得跟小筋 啄米似的 这时候 韩女士 眼神 略微有些迷离 那 你就陪我那样子吧 大 啊 大姐 哪 哪样子 那样子呀 那 哪 哪样子呀 就 就是吧 那样子 小偷这时候 也明白过来了 但再一看 韩女士 长得那叫 高大 威猛 威武雄壮 哎呀 心里啊 就有点不情愿 我这是吧 我这要从了 再把我给伤着 再者说了 我一大老爷们 我就 就被他这么要挟了 这 是不是有点丢人呢 这不太侮辱人了吗 这韩女士一开始啊 还是跟她好上好两的啊 怎么样 想想 啊 你要同意了 我就把你放了 我不行 后来呀 这小偷呢 支支吾吾的 大姐 我是吧 我这 我 我这几天不方便 你一大老爷们 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这小偷啊 反正看上去 明显就不太愿意 这韩女士也看出来了呀 你是不是不愿意 不不不 大姐 这 这事是吧 他他他他不我愿意 哎呀 我也不是不是 我不合适 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啊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学散打的 你别轻举妄动 大姐 我我我我看出来了 我一我一看见他 就撞啊 特别强撞是吧 那那那什么 大姐 你你你饶了我吧 看见这小偷瞎的呀 浑身嘚嘚嘚嘚的 眼睛都不太敢眨一下的 韩女士呢 赶紧的 就细声细气的啊 说了几句软话 小伙子 也不是姐姐 有意的要凶你 你有什么难处 你都可以告诉姐姐呀 啊 只要有姐姐我在呢 包你满意 哎呦 这小头 脑子里边都乱了 知道吧 一片空白啊 虽然我是小头吧 但我也是个人呐 啊 人都是有尊严的呀 我我得 顾全我的村言呢 接下来这几分钟啊 小偷呢 就不停的反抗 大姐不行 住手 住手 先别动 大姐 等会儿 韩大姐啊 跟那小偷 哎呦 这是动之一情 小之一离 就在那试图说服小偷 小偷啊 当时都急了 大姐 别动 别动 可别这样 这韩女士一看 这人怎么这样呢 怎么那么不痛快呢 这家伙可就不留情了 抄起来拳头 一拳拳的 可就打在小偷身上了 别忘了啊 大姐练伞打的 练家子 手狠着呢 给这小偷打的呀 跟踩过似的呀 疼的呀 哎呦 大姐 别打了 你说了 你学伞打的 我我我普通人 对吧 一介凡夫俗子 我我我受不了 这个 韩女士一看 行啊 让我不打 你可以 那你还想跑吗 我不 不 不跑 大姐 我不跑 我在这陪着您 啊 这时候 韩女士一看 行 小偷老实了 就决定 开展下一步计划 偷东西这事啊 我可以不追究了 要想着不让我报警呢 那也可以 但是你接下来 必须得按我说的做了 小偷现在不敢说话了 也不敢摇头 也不敢点头 也不敢说话 就在那捆着 在那愣着 反正我就沉默应对呗 这就是我的反抗 她心里是在反抗 但她这一沉默 韩女士自然而然就认为 这叫什么呀 这叫默认 沉默的 哎 就承认了 就确认了 然后啊 就开始对这小偷 动手动脚的 这一开始动手 小偷又反抗啊 但她细胳膊细腿的 她不行啊 她哪是韩女士对手啊 再加上 本身这小偷 她也不是好人的 她是为了偷东西 来这的呀 你说在这 怎么呼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那邻居一听 哟 隔壁 怎么又来一男的 谁呀 一过来 看见哦 小偷 那不就抓着了吗 无奈之下 小偷呢 也只能是 答应了韩女士的要求 俩人呢 反正就有了那么一段气质咔嚓的时间 那 结束以后 这韩女士 哎呦 浑身也轻松了 再加上借着酒劲 就睡着了 呼呼的 小偷一看 哎呀 总算是睡着了 我 我赶紧跑吧 刚想着跑啊 还在那捏呆呆发愣 想着该怎么轻手轻脚跑的时候 韩女士 哗一翻身 给这小偷 吓 哎呦 大姐 再一看 哦 就翻了个身 还打呼噜呢 行行行行 他呢 就怕这韩女士再醒过来 再提这要求 我 我无福消受 我 不行 我接受不了 吓得呀 赶紧穿好衣服啊 三座并座 两步 亮亮呛呛的 就离开韩女士家了 逃出来之后 这小偷想着 心里一肚子委屈啊 大晚上的 我也不睡觉 加班加点 说偷点东西 到他们家 好东西还那么多 东西还没拿走了 现在 一件也没有 反而 是吧 我 我都不干净了 我 韩女士呢 其实啊 在这小偷着急忙慌 跑的时候 也听见他脚步声了 反正心里边想着 走就走吧 这事就过去了 反正我也没亏 对吧 东西也没丢 这人也算是 让我给 是吧 征服了 就这样 被你征服 征服了 可是从韩女士家 离开之后 这小偷回家里 他越想越气呀 我一大老爷们 我这么让人 占了便宜了 这要让我哥们们 知道了 我这脸 往哪搁呀 为了出口恶气 这小偷决定 我一定要让他 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要拿起 法律武器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哎呀 现在想起来 维护合法权益了 你当小偷 自己违法犯罪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的 这小偷啊 还没来得及 写述呢 直奔派出所 报案去了 一进门 还没等民警 接待他呢 有人吗 我要报案 这时候 有民警出来了 哦先生 什么事啊 您报案 具体发生什么了 跟我们说说 我是小偷 嘿 真坦诚啊 民警平时一看 接到这样的报案 很少 要是 普天之下 所有的违法犯罪分子 都来派出所 报案 我要报案 我犯罪了 那多好啊 警方一听 这哪是报案的 你 先生 你可能措辞 有一些小小的书 也许您这不叫报案 我们这儿呢 还有另一种说法 您这可能叫自首 不 不是自首 我是报案 我是小偷啊 这一部分 我算是自首 但是 我被人侵犯了 我 哎呀 我那 我刚才那自首啊 那都是烧带脚的啊 我承认 我昨天晚上 去人别家里边 偷东西去了 可可可 那个大姐呀 她 她竟然趁机 她侵犯我呀 她欺负我呀 我 太过分了 我不干净了 于是 她把前一天晚上的 一五一十的经过 都告诉警察了 警察听完之后 呵 还有这事 那既然人报案了 咱得接警啊 赶紧的把韩女士叫过来 进行了一番核实 韩女士前一天 喝太多了 现在过来之后啊 还是浑身酒气呢 面对警察询问 韩女士说 哎 不对啊 这事 跟这小伙子说的可不一样 哎 你看警官 咱们都是成年人哪 你看 成年人 有这种事情 那都是 自愿的呀 随后 警方进行调查 也了解到 韩女士呢 几年之前 就跟丈夫离婚了 一直 单身生活 时间久了呀 难免的 会有点寂寞 再加上自己之前呢 练过散打 体能惊人 所以 这小偷 没占了便宜 对于小偷说的 这韩女士 强行侵犯她这个事 韩女士 那是一百个不认 不可能 我绝对不认 那我们就是自愿的 小偷旁边 听完之后 这个气呀 我说大姐 你不能 是吧 你欺负完人 到现在了 你还侮辱人啊 你把人当傻子 那不行 你这叫得了便宜 还卖乖呀 哎 警察同志 我之所以 去大姐家里边 不是因为 我是专业小偷 我没那么专业 我就最近 手头有点紧 我进门之后 我一看 好家伙 金银珠宝 把桌子都摆满了 我想着赶紧捞一把 就走人 结果哪知道 我这还没走呢 他一下拿绳子 把我给捆上了 还 还把我给那样了 太过分了 我希望你们人民公安 能够替我讨回一个公道 小偷说完了 韩大姐那边也不服气 哎 警察同志 我是受害者呀 啊 我回我自己的家 突然家里多出来个小偷 当时我害怕极了呀 如果我这样的情况 我作为受害者 接受法律制裁了 那是天理不容啊 而且 小伙子 咱俩在开始 那个那那方面较量之前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咱们俩是各取所需 你只要照我说的做 我就不跟你计较盗窃的事情 我还可以在金钱上给你一定的帮助 你看 是不是 你走了以后 我没报警 怎么你反而报警呢 你怎么反咬一口呢 你这让我的脸往哪搁呢 你让我情何以堪呢 哎呦 你一言我一语 双方在这可就对质起来了 警察一看呢 行了行了行了 你俩别吵了啊 别吵了 这小偷啊 确实也是不懂法律啊 他呢 从来报案的那一刻起 这就等于是自首了 自己有盗窃行为 但是呢 确实也没偷着什么东西 财务数额呀 比较小 所以他最终的量刑会比较轻 一般呢 也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至于他报案 说这韩女士强奸他 这个事儿 那就没有道理了 因为在法律中规定啊 男性被性侵犯了 这是不构成强奸罪的 强奸罪呀 只能是侵害妇女的性权利 犯罪对象只能是女性 所以男性性侵犯女性 可能会构成强奸罪 而女性性侵犯男性 也必然不会构成强奸罪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 那不行啊 那男性的性权利 怎么得到保护呢 其实不是说 不涉嫌强奸罪 就不保护性权利了 法律规定 使用暴力威胁 或者胁迫等手段 强制猥胁他人的 是可以构成强制猥胁罪的 不仅是男性猥胁女性 或者女性猥胁男性 可以构成此罪 男性猥胁男性 也可以构成此罪 如果说被猥胁的对象 还不满14周岁的话 那么这就又属于猥胁儿童罪了 在这起案件里面 最终韩女士 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还是要看 韩女士是不是采用了暴力手段 来强制猥胁这名小偷 如果有此情节 那么一般情况之下 是处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拘役 另外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要看有没有对小偷的身体造成伤害 只要构成轻伤的话 那么也可以认定韩女士的行为 属于故意伤害罪 这样也可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说 小偷告韩女士强奸她 这强奸罪是不成立的 但是不代表着强迫男性 发生性关系 就不构成任何犯罪 还是有可能涉嫌强制猥褻罪 或者猥褻儿童罪 或者故意伤害罪